此前有媒体报道俄罗斯联手越南 在中国南海开采石油 随后中国外交部回应了此事 不过美媒称 俄方认为中国可能会将此事不了了之 路透社此前援引消息人称 俄罗斯国有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 在越南的分公司已在聚越南海岸 东南230英里的一处油气田开始勘探 而该地点处在中国宣称的九段线之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应称 我愿重申任何国家、机构、企业或个人 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不得在中国管辖海域内开展油气勘探和开发活动 我们敦促有官方切实尊重中方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不要做有可能影响双边关系和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对此 普京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罗斯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算紧 事先并没有同克里姆林工磋商 美媒分析称 当地的开采成本极其低廉 甚至低于海湾地区 将会大规模的工业化开采 报道说 越南以后的经济增长可能超过中国 越南对能源的需求将越来越多 俄罗斯企业在南海所下的赌注完全值得 因为这不但能向越南提供能源 更能以越南作为跳板进入南海地区的其他国家 美媒体称中国几年前也曾因为天然气工业公司 在南中国还有争议地区作业表达过公开不满 但后来都没有下文 不了了之 一些俄罗斯东南亚学者认为 这次中国可能同上次一样也会忘掉对俄罗斯不满 悄悄撤销对俄罗斯的指控 否则将使中俄关系受到损害 中国不太可能挑战俄罗斯在南中海地区和越南的利益 因为中国不敢惹俄罗斯 我 bị评论对俄罗斯在南中里 给赖了解决谈 tida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